哈喽大家好,我是Dai Jones地产的Max 欢迎收看本周的每周地产周报 今天礼拜六,我刚刚回到家里 有几个事情跟大家汇报一下 第一,刚才悉尼拍卖倾盘率刚刚公布62% 所以说现在属于后疫情时期市场还在恢复当中 许多买家还属于观望阶段 所以倾盘率还是属于中低端的水平 那我本人在Chasso今天4号Turley Street的房子也流拍了 但是好的事呢,确实是有几个优质的买家 他们是对这个房子是真心有兴趣的 所以我们正在跟他们的沟通当中 第二个事情,香港的买家今天激增了 今天真的是激增了 那么怎么说呢 根据今天Chasso跟威尼比几个房子的开放情况 香港的买家据我这边的数据 大概占到总看房买家的百分之七八十左右 所以说香港的买家从今天开这个礼拜开始 突然间明显增多了 看可能未来香港买家会越来越多 那么第三个事情 Rawa Norman 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这个中介很多人可能都会认识它 它是瑞外威尼比的金牌中介 叫做Rawa Norman 也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位地产中介 它从下个月开始呢 正式的加入我们公司 正式加门Dai Jones地产 所以在未来呢 我也有幸能跟Rawa一起合作 为大家服务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呢 我们在Wilby 在Chasso能够带给大家更多优质的房源 好吗 那在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 Have a great weekend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